嗨 各位朋友 影片開始之前呢 有一個問題想問各位 請問一下 左邊這隻Black Brick 跟右邊這隻Black Brick 哪一隻假的 來 五秒作答 5 4 3 2 1 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我買到 假熊了 而且還三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欣 大家巴尾 最近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呢 徹底的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模式 包含像是 你去各大賣場 都要上好實名字 掃QR Code 那你去外面吃東西 都不能內用 只能外帶 或者是交外送 那當然 買東西 也是如此 你看喔 包含像我這種 從上 買球鞋之前一定要試穿的人 都已經脫鞋了 就可以知道說現在這個 情況齁 真的是比較發揮 那除了在買球鞋以外呢 各位如果看我限動啊 或者是Instagram的Poll文呢 都會知道我最近有在買一些熊 我們來點綴一下家裡的裝潢 就是把它淺淺變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那我在買Bearbrick的時候呢 會有幾個固定的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我會先去 臉書的社團 因為臉書有非常多非常多 Bearbrick的一個社團 我會先去裡面看一下 最近出了什麼熊 這是熊天的行李 大概多少錢 那等到我收集完這些情報之後呢 我就會去跟我認識的店家購買 像是Fusion 那Star Train 那Heal Select 這幾間就是我常常會 跟他們買熊的店家 所以我在買熊的管道呢 通常都不會是社團 他們就是進攻參考 因為我覺得在社團買東西呢 有一定的風險 無相承認的風險 那因為要參考又或者是 了解行情嘛 所以我就加了蠻多這種 Bearbrick的一個社團 但是我都會在裡面 就是千歲而已啦 花花看看這樣子 可是呢 你也知道最近 因為疫情的助攻之下 那一天齁 在滑那個社團 滑著滑著 剛剛給我炸掉了你知道嗎 給我炸掉了 你買東西 我就滑到一位賣家 這位賣家上面就打著 要退坑了 不買熊了 然後他的一個商品呢 他的熊的總點非常非常多 我就想說這個特董 特董嘛 這應該要買三價這樣子 因為我就覺得 這賣家可能蠻多熊 應該是個 蠻直升的吧 之類的這樣子 我就覺得妥了 沒有想太多 但殊不知 這就是賭蘭的開始 來 給大家看一下LINE的對話紀錄 找到這上面 我跟他都要紀錄第一天 是5月26號禮拜三 今天是6月1號 過了好幾天了 那我想說 這個為什麼要 我跟他為什麼要開群組 那時候沒想太多 就可能覺得說只是熊 在賣熊的賣家 他們一個習慣而已 我就叫這個群組 然後呢我就開始 尋價一價 我就問他我要蝙蝠俠 我要Atomos 跟EDC猴子 這三隻Bearbrook 400% 分別多少錢 好來 然後他報價給我了 他報價給我了 有沒有 蝙蝠俠9500 猴子9000 Atomos 6000塊 來 這就是我掉進坑的開始 來他就說 如果要一起帶的話 我有2萬給你 那時候備份太多 輕一點掉 他要求現金的意思 因為這很符合他的那個 販賣文的文安達說 他想要退坑 所以三隻加起來2萬塊 就說 唉唷有省到喔 我特工喔 因為這樣價錢多少 這樣加起來是2萬4千5 他送我2萬塊 而且他第一次報價的時候 這個價錢呢是 符合市場上價錢的一個價位 我甚至有特別去問我朋友 就說這三隻熊分別多少錢 因為如果他賣太拚的話 我反而會騎一騎 可是他報的價錢是正常的價錢 然後我就回他說 是不是太符了 有沒有其他照片可以看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還是有一些 防備的機制想要問照片在哪裡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熊都包好了 要拿出來很麻煩 如果你要的話 今天可以出給你 就是說 喔這句話 側面就覺得說 喔這個人收了很多熊 他甚至有備份起來 他有些甚至沒有裁縫 他也很裁人 所以 唉唷 我相信他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那我給你收 然後因為疫情在嘛 不能面交 所以就直接用電到電匯 然後大概過了 我看一下喔 過了大概2分鐘 我就匯款了 我就匯款給他了 因為上面有名字跟一些個人資料 我就可能用這種翻牌的方式 我比較 比較保險一點 這就是我 他就是出貨給我了 電到電 然後箱子裝好好的給我 目前為止都OK 我就覺得說 哇不錯耶 寫到便宜 之後呢過了5月29號 打開寫 打開熊我就覺得怪怪的 那哪裡怪的 我實際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三隻假熊 都在這邊 誰家 EDC猴子 蝙蝠 誰家 阿龍某是這一隻 螢光綠的 好猜哪裡 我們隨便拿一隻熊來做示範好了 這一隻是在Fusion買的熊 然後這一隻呢 也是最近購入的熊 這都是正品 真的沒有問題 然後呢 來我給大家比對一下 聽一下這個聲音 有沒有 是硬的 清脆的喔 可是 你拿假的來比 這什麼話歌啦 欸 他這個材質是怎樣你知道嗎 那是那種藝球我們在買那種鹹蛋超人阿 有或者是一些 所以塑膠就對了 焦糖還強焦 我查一下 糖焦模型 對糖焦模型 用那種材質做的 但接下來 來這個是假的嘛對不對 一定是一小 你看他關節是這種聲音 完全沒有聲音 那正品是這樣 每個關節除了頭以外 每個關節還動頭會有聲音這樣子 所以 當下 我講你 我總要講你才會 而且最扯的是這一隻 你有沒有看到他 你有沒有發現那裡怪怪的嗎 最扯完 各位 他整隻熊是做歪的啦 我的啦 你看看得出來嗎 你就是我的阿 當下我就覺得 哇不行 這個要處理一下 所以我趕快馬上就密他說 我收到熊之後趕快密他說 這個熊完全不行 太假了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還有包括一些 鋼硬阿 也都是做得蠻粗糙的 然後他耳朵也是軟的 正正的是 他是硬的 然後這一隻也是軟的 然後這一隻也是軟的 這一隻也是軟的 冷笑笑 軟趴趴啦 有沒有 而且他的一個色澤阿 你看他的塗漆 還沒有塗好 對對對 他有一些漸層的感覺出來 我們繼續來看 對話長怎樣 我之後就馬上傳圖給他了 就是說 這幾隻熊的都不太對勁這樣子 好那 包含蝙蝦的材質也不太對 整隻都歪歪的 但是當下真的蠻慌的 我想說靠要 不良報回給他了 然後接下來呢 我連續打好幾棟電話給他 一棟沒有人借 然後直到最後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把我最後的禮貌給用掉了 我就說 問號問號 我就回個 因為我平常 不會這樣對別人講話的 但是呢 他因為這樣直接消失 我真的火都上來了齁 然後我就想說 這幾天我就想說 幹要怎麼處理這幾隻熊 我要怎麼把我的錢要回來這樣子 但是好險 好好好 我們這時候有做三次就是會有這個好的應得 反饋回來啦 就是他終於在今天 今天的下午1點58分 逆我了 他跟我說什麼 他說 他說非常抱歉 因為之前跟你說 背本當初沒有買到 打開檢查 他也是買到假熊 這件事他可以扶著 給我 會有帳號 他會退全額給我 好險運到這個 他也算是 受害者 當然我就覺得 點點點點點 既然你是很資質的賣家 你怎麼會 沒有檢查打開呢 但是 已經可能要被一份是正式 有些人會這樣子 有些賣錢有些賣完 他就放在那邊 會檢查 所以 後來後續呢 我就把我的這個會文照給他 然後他就是已經把錢退給我 就這樣子 整個事件呢 就這樣落幕 那拍完影片之後呢 我等一下就馬上 就把這些熊雞回去給他了 他看他自己很處理 反正最後我錢也要到了 那總而言之呢 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況 大家就是 被逼的 就是一定要在家裡賣東西 那 網路購物雖然很方便 而且相對來說皮 可是 多多少少一定會 欠償的一些貢險 還是要小心為妙 因為我今天 遇到這個 算是有良心的 他至少把錢退給我 然後表示願意處理 反正最後呢 總結幾個重點給大家 網路購物有幾個要去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 找 有信譽而且資深的賣場 這是有店面的賣家 最好是他電商跟實體店面 都同時有運運的 這種規模比較大的 當然相對就不用賣到假貨 再來呢 就是 就是不要貪小便宜 我這樣自己講 要在打人自己 但是確實是這樣子 因為當初就是因為 這幾隻熊加起來 他算一個 他合合欸 有沒有 給我一個漂亮的價錢 我才會想買 不要為了幾百塊 幾千塊 然後呢 買到假的 你要處理也不是 你要對也不是 你要幹嘛也不是 就很乾淨這樣子 再來就是 貨比三家不吃虧 他有這種東西比較便宜的 真的 然後呢 知道這個東西之後 你再看別的賣場 他的價錢怎麼樣 是不是有點差距 或是太貴或太便宜 其實 你都可以從這個 對比之中來找出 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勒 點進去這個賣家 的個人頁面 點進去看一下 喔 他的交友狀況怎麼樣 對不對 總不能一個台灣人 他的好友全部都是阿拉伯人 那怪怪的 對不對 這一次的交易就是 沒有做到上訴這些步驟 才發生了這個非常 不幸但是又大幸的事情 那這位賣我假球 同學我也沒有要光顧了 因為畢竟我覺得 他後續的處理態度 還算OK 算是 男子還敢做敢當這樣子 但我相信他也不是 有意的阿 等於是受害者 那就看他之後 怎麼去跟賣他熊那個人講 好不好 所以這支影片呢 就是要藉此禁替一下 在這個 狀況 這個生活模式下 我們購物很多的 一個詐騙 他真的要小心振作一下 好不好 就這樣啦 感謝大家收看 等一下包貨啦好不好 好